想不到 四季无童 他居然将敌人屈膝投降 万子千红虽然剧度无比 但天斗士兵一直坚韧 若不是被妖魅的红武封闭了视角 也不见得会如此被动 既然如此 四季神功 四季神功竟不能击溃妖魅的意识 看来邪悦和胡莲娜的实力 也有了很大进步 无关融合技下的精神力 已经达到了封号洞罗级别 但是 海神之光加持下的四季神功 你还能挡吗 神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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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伞 第六魂镜 晚风狐四 藏门暗器守法 一路千零一夜 走 怎么可能 我的毒剑对他完全无效 当我跟小剑 无双呢 背叛宗门的无耻之徒 叫他出来受死 杨无敌 这你就多虑了 你弟弟确实是块硬骨的 为了确保万子千红毒的配方不屑 愣不惜咬蛇自己 他那又如何 只要没死透 教皇陛下就有手段撬开他的嘴巴 精神控制内环境 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虽一心求死 可到头来还是当了叛徒 出口 冷静点要找老 他在用你入套 他们已经列证完毕 你孤身深入 必死无疑 这个唐三好兴起 他魂力耗尽 杨无敌又身受重伤 我本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却被他看穿了 既然万子千红毒的最后一味药 仅为触发之后 也就是说 我方士兵体内 已经有了此外所有药物 而这位前辈的毒刺 巧合与万子千红毒的性状一致 看来就是你雀风宗暗中下的毒报 天斗帝国军营虽然守卫森严 但你周围的毒风 确实难以被察觉 这个唐三洞察力细致得可怕 难怪教皇陛下一心要杀死他 宗主 别拦我 我不允许他污住我弟弟 污住破之一毒 杨长老 不要呈皮肤之勇 要好身体 踏日攻破五官帝国 才是对你弟弟最好的告别 更何况 众部的天斗大军 还需要你的救治 长门弟子听令 停止追击 御堂修住防御攻势 丽堂戒备巡逻 敏堂药堂搜救治疗伤员 几屈同怀 好沉默的心血 想通袭得手是没可能的 也罢了 武魂帝国大军已经全部撤入嘉陵关内 获得任务也完成了 撤 撤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察 奇怪 这武器居然没有痛 可我方狮兵 确实出现了重瘤的症状 我方狮兵的伤口 未合成混杂之策 这个物技一定有问题 这四尺有力 难受怎么回事 万子千红毒 接上原刑断阵 来啊 随我入胜利一臂之力 千金一斂 不要乱 接近防御进行 永远欧撑 杨长兰 你说这毒 叫做万子千红 这是我们破制一族的 禁忌剧毒 通过数十种无毒的药物 混合而成 最大的特点 就是隐藏性强 在最后一味药加入之前 毒都不会发作 而中毒者一旦接触到 最后一味药物 就会立刻突发 那么之前大军中出现了武器 便是这万子千红的最后一味药 既然是破制一族的禁忌剧毒 他又是走落到武魂席国手中的 当年浩天宗不为附属宗门安危 我选择封门 武魂殿 现在四大附属宗门展开疯狂报复 我的包地杨无双 在一场激战中失踪 他便是破制一族中除我之外 唯一一个懂得炼制万子千红毒的人 他被捂我了 破制一族一向宁殖不安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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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